为了捡回玩巨熊 女孩竟被一辆轿车重重撞飞 当救援队赶到现场的时候 女孩已经飞到了公交站的上面 护士为她带上氧气罩 我速送往医院 可途中一辆轿车拦在了车辆前面 严重阻碍了救援时间 眼看女孩危在旦夕 救援组只能为她进行了缓甲磨穿刺 母亲说撞飞女儿的适量白色轿车 由于事故地点偏僻 附近一个监控也没有 法医根据刹车花纹和大灯碎片 最终确定赵氏车辆是2014款的现代索纳塔 警方根据线索来到一处地下停车场 可此时车辆的内部竟冒起了白烟 烟雾触发了防火警报 消防员赶到现场 迅速将车主救了出来 原来赵氏司机十分自责 因此买了大量木炭 想要自杀谢罪 医院里女孩母亲揪着男人衣服 说啥都要掐死对方 本以为案件已经结束 可急诊室的医生竟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受伤女孩三年内发生了16次骨折 并且腿上还有被车轮压到的痕迹 幼儿园老师表示 女孩积极阳光 跟妈妈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细心的警察还是发现了几处疑点 女孩一直和妈妈单独生活 但她的画作里却有个奇怪的爸爸 妈妈说自己三年前交往过一个男朋友 渣男骗光了她的全部积蓄 随后一走了之 自己忙的时候 女儿就和叔叔待在一起 如此看来 伤害女孩的就是这个奇怪男人 由于骗子使用的是黑手机 警察根本查不到此人信息 可特警没有放弃 他以顾客身份找到了手机卖家 最终发现骗子在一周前购买了新号码 通过交易地点的监控录像 警方惊奇地发现 这个骗子不是别人 正是撞飞女孩的肇事司机 而此时 法医的检验结果也出来了 女孩腿部的压痕和肇事车辆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在被撞飞之前 女孩还被这辆轿车碾压了一次 几人再次回到事故现场 此时一辆扼没了外卖闯入了警察视线 虽然此处没有监控 但却是外卖小哥的必经之路 通过调查其手头上的记录仪 警察竟看到了颠覆三贯的震惊画面